新二代亮妮妮和妹妹欧阳娜娜 欧阳弟弟进入演艺权发展后 收获了不小的人气 她曾在2013年10月发文分享在旧衣服的口袋里 意外发现200元的小确幸 然而贴文经过报导后 却遭到网友质疑是经纪公司炒作的手段 引起网友门日议论 也成功让她爆红 日前有粉账挖出了当年她的贴文截图 效亏是10周年纪念 对此二雅妮妮也大方转发 TOLO很多人都有传给她 还不忘笑称10周年快乐 高EQ的举动引起热议 网友们开玩笑的表示 既然已经过了10年了 怎么感觉二雅妮妮好像上个月才找到这200元 也有网友感叹直呼 当初用200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 现在只能买一半了吧 甚至有网友认为 经过多年的通货膨胀 说不定只剩下20块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